每个人在灵性觉醒的过程中都会经历一段时期 有些人把它称之为灵魂的暗夜 在这段时期我们的生活会发生非常大的转变 也许是你离开了做了十几年的工作 离开了在一起很久的伴侣 或是家人或宠物突然过世 这些事件的发生让我们必须踏出自己的舒适圈 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必须改变 也必须放下自己以往一直执着的事物 而在这之后许多人会发觉自己在灵性上有大幅的成长 因为挑战和改变往往也是成长的开始 而这不仅发生在每个人的个人层面 也会发生在集体的社会层面 从去年的疫情开始 每个人都从原本的生活中被迫暂停 也让许多社会制度开始转变 这些转变最终会带给人类更多的自由 但是在转变的过程中 我们会开始看到事情的真相 而这些真相可能会让人感到困惑 甚至震惊 因为他打破了我们一直以来深信不疑的信念 但是只有真相才能让我们获得真正的自由 这个世界正在转变 而未来的世界会是什么样 选择权在我们的手上 如果你的环境里充满了许多恐惧的情绪 当我们专注在那些恐惧上 有可能会显化出那样的生活 因为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哪里 就会创造出那样的实相 而我们创造五维生活的方式 是透过实际上去体验 虽然外在环境充满了不安 但生活中一定有一些 能够带给你美好感受的事物 也许是照顾盆栽、听音乐或是和家人相处的时刻 当我们在经历这些体验的时候 就是在把五维的频率稳定在你的实相里 如果你比身边其他的人更早觉醒 是因为你的使命是在世界最混乱的时候 将平静的能量带给其他人 现在的世界就像是一个在快速旋转的转盘 如果我们站在转盘的边缘 会感觉自己快被甩出去了 但如果你站在转盘的中心 你会看着世界围绕着你旋转 但自己是很稳定的 这也是巴夏所说的 当暴风来的时候要待在暴风眼的中心 这时候我们才能够将爱与平静带给世界 待在暴风眼中心的方式是保持中立 不偏向于二元对立的任何一端 不论是对黑暗的抗拒 或是对光明的依赖 都是一种执着 而执着是所有烦恼的根源 光明和黑暗都是宇宙的一部分 只有当我们两者都体验过之后 才能够知道中立的位置在哪里 而在这里你会感受到真正的平静 烦恼的根源也包括我们对于 想要一直保持在高频率状态的执着 就像是去度假回来上班的第一天 通常会很犹豫 那是因为我们想回到在度假时的快乐时光 所以如果我们一直想要保持在高频率的美好感受 那么我们在碰到低潮时 那种落差的感觉可能会更大 所以真正的平静是来自于不执着于光与爱 也不抗拒低潮和挑战 在这时候我们才能够回到内心 回到中立 客观地去观察这个二元对立的世界 这时候我们是站在暴风眼的中心 即使周围的世界在混乱 我们可以选择去回应 但不会被激起情绪的反应 到大自然里 以及和动物相处 是最快可以帮助我们回到中立 超越二元对立的方法 因为他们永远都是客观中立的 他们的意识里没有任何的评判 每个人回到客观中立的方法不一样 对你来说也许是种花 做瑜伽或是静坐冥想 不论这件事是什么 它可以很快的帮助你回到那个平静 客观中立的自己 而我们可以有意识地把这件事 和中立的频率连接起来 就像是一种条件反射 之后只要你一做那件事情 就可以马上跳脱二元对立 心情会很快地回到平静的状态 也许你目前的生活正在改变 而这些改变让你感到焦虑 或是你周围的人经常将恐惧的情绪 投射到你的身上 克服恐惧最好的方式是去面对它 并且找出真相 因为大部分的恐惧 都是来自于对未知的害怕 就像半夜睡觉的时候 听到奇怪的声音 这时候如果我们不管它 想继续睡 通常会睡不着 因为心里会觉得毛毛的 如果我们打开灯 确定周遭没有任何的东西 通常心里会觉得安心很多 所以面对恐惧越是逃避 它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而当我们去面对它 试着去了解自己所害怕的东西 真相的知识像是灯光一样 它让恐惧没有存在的空间 克服恐惧的方式是去面对它 了解它 体验它 去体验它 直到你对它不再有任何的反应 比如说我自己 克服聚高症的方式 是透过滑雪 第一次站在山头上的时候 非常的害怕 但是每一次的恐惧 都会随着练习次数的增加 而慢慢减少 如果我们试着去接受自己所害怕的东西 有一天你会能够面对它 而不再有害怕的感觉 另外一个克服恐惧的方式 是活在当下 回到内心 我们经常在担忧 未来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但未来是浮动的 它是根据我们现在所做的选择来决定的 如果我们可以把注意力专注在当下 只放在眼前所发生的事情上 大部分的恐惧就会消失 就像大自然中的动物 并不会害怕明天没有东西吃 生命是由每个当下所组成的 活在当下是生命的本质 当我们能够活在当下 也就是回到自己的内心 回到自己的内心 就是回到自己最初的本质 每个人最初的自己都是爱 当我们回到内心的时候 就会活在爱的频率里 而在爱的频率里 不会有恐惧的存在 因为恐惧是爱的相反 恐惧并不是我们的一部分 大部分的恐惧是来自于 后天灌输的观念 也很容易被拿来当作一种控制的工具 比如说当你和老板提辞成的时候 老板可能会告诉你 现在景气不好 很难找工作 或是以你的经验 要转行很困难 而他真正的动机 是透过这些来激发你内心的恐惧 让你留下来 但是当我们回到内心的时候 就能够很容易的看穿 这些行为背后的动机 内心的平静是身心灵的平衡 除了健康的心灵之外 我们也需要健康的身体 这两者是互相影响的 显化健康和显化金钱丰盛的原理一样 当我们想要显化金钱丰盛时 必须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上 相信自己是丰盛的 如果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所匮乏的事物上 会显化出更多的匮乏 同样的如果我们想要显化健康 就必须先相信自己是健康的 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所散发出来的频率 但想要强化自己的健康 和想要避免生病 这两者之间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想要避免生病的时候 注意力是放在疾病上面 而这时候所散发出来的频率是 我相信我不够强壮 我相信我不够健康 所以必须要很小心地避免生病 而宇宙会将这样的能量反映在生活中 而如果我们的想法是 想要强化自己的健康 这时候注意力是放在健康上面 我们是在告诉宇宙 我已经是很健康的 而我现在做这些事 是为了让自己更健康 这时候散发出来的能量 会显化出更多的健康 所有疾病的产生 都是先在能量层面先形成 再显化在物质身体上 就像生命中大部分的经历一样 大部分的情况下 疾病是反映了我们内在的信念 因为信念决定了我们会经历的实相 而大部分疾病产生的原因 是来自于内在的情绪和信念 造成身体的能量不协调 因为我们内在的信念 和高我希望走的方向是不一致的 疾病显化在生活中的目的 通常是为了告诉我们 自己的能量在哪里出了问题 在哪里不平衡 比如说喉咙痛通常是和沟通有关 也许你有强烈的沟通的需求 或者是你在某种程度上 抗拒和某些人的沟通 如果你有脊椎或是被痛的问题 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行动和信念 和自己的高我是不一致的 而这会形成一种阻力 这个阻力会反映在脊椎的不协调上面 地球上所有的生物 都有自我疗愈的能力 包括人类也是 而我们自我疗愈的方式 是让身体细胞的振动频率 提高到某个程度 让自己完全沉浸在 你想要散发出的频率里 包括你吃进身体里的食物 周遭的环境 还有经常相处的人 生活中的每个东西 都有它独特的振动频率 如果你最近觉得很焦虑 可以在家里多放一些蓝色的东西 或是佩戴蓝色的水晶 听音乐 多接近大自然 另外动物是非常棒的天生的疗愈者 如果你家里有宠物 可以多花时间和它们相处 不需要说什么话 就可以让自己的身心灵都得到疗愈 我们的意识 拥有非常强大的能量 意识能够改变身体细胞的振动频率 在著名的安慰剂实验里 它们将有相同症状的病人分成两组 而它们给其中实验控制组的病人 假的药片 并没有任何疗效的药 但是因为病人相信 他所吃的药是真的 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的症状也真的得到了改善 所以不管我们做任何治疗 或是吃任何药 只要你真心相信它是有效的 它就会对你的身体产生治疗的效果 即使它在科学上 并没有真正的疗效 同样的 没有任何药可以治愈我们的身体 除非我们相信它是有效的 因为真正改变细胞振动 真正产生疗效的 是我们对于这个药是有效的信念 如果你不确定要不要打疫苗 可以试着去感受自己做这件事的动机 是出自于爱还是恐惧 因为我们的意识频率 决定了疫苗会产生的效果 如果你一直对这件事情感到焦虑不安 或是因为受到家人的压力 那么也许应该先暂缓它 只有当我们是真心的相信 而不是出于恐惧或是因为压力 去做这件事情时 它才会在身体里面产生正面的效果 生命中所有的危机也都是转机 同样的事情 每个人去经历和体验它的方式都不一样 我们可以决定任何事情带给自己的感受 因为生活是内心的反应 我们所希望的平安、健康和喜乐 都是从内心开始